下班時間的大賣場人潮越來越多 就是因為山陀的颱風互物逼近 尤其很可能是在高雄屏東一帶登陸 因此其實下班後的賣場人潮也漸漸湧現 入夜後不少高雄市民下班 直奔大型量飯店 購物車堆的滿滿滿 都是要來購買房台食材 早上沒有來的話應該就是 現在應該都沒了 預計大概個三天吧 大概撐過三天就差不多了 就怕菜價長很多人第一個 都先挑生鮮蔬菜 趕在颱風前囤貨 肉品雞蛋也是首選 有些人則是搶購可以久放的泡麵 肉片然後蔬菜一些雞蛋 對豆腐餅乾比較多 對然後泡麵已經在前幾天先買好了 直擊其他生鮮超市的冷藏區 貨價幾乎被一掃而空 七八成的蔬菜都被買完了 只剩菇類跟菁類比較多 颱風也影響到進貨時間 我們今天裡面目前 它是菇類的各種香菇而已 菇類而已 對 這雷錢都全部了 受山吐了颱風影響 加上週一傳統市場修飾 美式賣場下午開始 就出現大批人潮 停車場出入口一度排隊回堵 蔬菜區那邊 蔬菜那邊 好像沒什麼東西 沒有菜沒有什麼菜 會剩蔬菜而已 菜菜菜類 其實裡面已經都少一半了 我一起想說 因為爬工前一天應該 開車一定會比較多 知道開車不好找車位 摩托車化身購物車 把物資全帶回家 颱風預估可能從高雄 屏東一帶登陸 各大超市賣場滿滿人潮 畢竟颱風路徑捉摸不定 豚好糧食填飽肚子最重要 TVBS新聞 埃昭賢 趙麗松阿娟 高雄報導